桃園市本土登革熱個案 已經增加到14例多 集中在桃園區 事業員黃金平指出 為了防堵登革熱 衛生局在桃園區都能執行 供全力清理直升員 但憑這一處張亂積水點 衛生局卻無法執行 難道非得等到有疫情才能清理嗎 那當然我說這個禮拜一 我們去會看的時候 現場環境張亂不堪 然後聞從四處的這個悲竄 那後來衛生所的人也有到場 本席當場也詢問說 為什麼桃園區的個案衛生局 可以用行政的力量介入來協助 憑政區卻沒有辦法 那衛生所告知說 因為目前憑政地區南桃園 沒有這個登革熱的疫情發生 但是現場這種可怕的景象 等到登革熱疫情發生 我強調 你們通常說沒有疫情發生 等到疫情發生 你們再來做就來不及了 你們難道不能超前部署嗎 如果你們每個人都是 這樣的官僚心態 我跟你講那衛生局無藥可救 局長 這種蚊蟲之聲的 就已經髒亂 積水到處都是 我請你們衛生局回去研究一下 不要到處跟我講說 等登革熱疫情發生 再憑政了再來處理 這就是你們防治 登革熱的方式和心態 好不好 好 議員表示 當時憑政衛生所有協同會看 但回應說 因為不是疫情熱區 無法強制進行清除 議員認為疫情防治 就該超前部署 而不是等到爆發 才來做防堵 衛生局則回應會了解狀況 來執行後續動作 記者帶我一頭一報道 謝謝你 謝謝你